大家好 歡迎收看開箱18台3分鐘打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這次我們要玩的是這台43吋ASUS ROG STREETS XG438Q 電競螢幕 我們先從尺寸這件事來看 你會發現說其實家電類 如果就是電視等級的話大概都是40吋以上 那40吋以下到20吋之間就是現在比較我們常看到的 就是電腦螢幕的一個尺寸範圍 可是你想想你要40吋以上 然後你又要高更新率 這才能符合電競螢幕的需求 那這樣的規格其實老說現在目前市場上算少的 那華碩這一台ROG STREETS XG438Q 它算是最先推出的一款就是屬於超過40吋 然後又有更新率超過60的 它這台是到120Hz 那我聽說這個是華碩跟面板廠特開的一個規格 所以可能之後還會有些競品有類似的產品推出 不過目前的話就是市場上你要大尺寸 要高更新率大概就是華碩這一台 那這台的話它有著43吋就是這樣43吋 而且它是4K的解析度 120Hz的更新率 再加上它有HDR600的規格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算是電競顯示器裡面目前來說算是中階啦 就是高階可能到HDR1000了 可能更新率會再更高到144 那所以相對來說這台會在中階 而且它採用的面板是VA面板 所以在台灣的價位開債是41900元 說到VA面板的好處呢 其實我覺得它VA最強最強的地方就是在它的高對比 這台對比度達4000比1 這也是一般大尺寸的IPS面板不同的地方 VA面板的高對比 所以它會有更好的灰階層線 但是它的相對來說它就沒有IPS那麼鮮豔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VA面板的可視角不像IPS那麼廣 所以你會說我這樣40幾吋擺在客廳 可能要家裡人多的時候 5到6個甚至10個人的時候一起使用 那這個時候的呢 VA面板就會有點 它還是會邊角會有點色偏跟露光 這沒辦法 因為畢竟IPS的廣視角範圍是真的強 那所以你會發現到XG438Q 它雖然跟一般IPS面板的TV相比 玩家裡頭你一定會覺得說 怎麼顏色第一個不像IPS那麼鮮豔動的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你要做偏一點的時候 你看它你會發現它的顏色還是會有點偏 那這也是我覺得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XG438Q它會比較適合像是 一個人兩個人到三個人之間的那樣的小客廳 小套房來使用 那這台的目標玩家大概也是主要其實就兩個 就是要嘛PC 要嘛就是家用主機 那可是家用主機現在不論是PS Pro 或是Xbox One S最高就是4K60 所以說雖然你的FPS上不去啦 可是我覺得這台還是說搭配PC來用的話 它更新率就可以開到120Hz 那可以讓你的螢幕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如果現階段遊戲要能到4K60的話 我覺得這個少說是要拍RTX2080太出來擋了 或者說你就降低特效 那XG438Q打件我覺得大概就是霸氣又爽 這真的蠻爽的就是你一個人這樣子 大概一公尺的距離看這台真的 啊就是爽 那當然如果你說希望更順暢的話 它這台也有支援FreeSync 2 HDR 然後它也可以做到所謂的G-Sync相容 去彌補這些你效能不夠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更新率同步的方式 去讓整個遊戲畫面變得更順暢 那XG438Q它現在除了支援 剛剛我說到FreeSync 2 HDR 它可以開啟NVIDIA的G-Sync相容 不過要跟大家說我測試是可以開 就待會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你可以讓它可以開到G-Sync同步 可是它目前還沒有列在NVIDIA的G-Sync當中啦 那最後這台我覺得還有一個 讓我蠻驚艷的地方 就是它內建的是10瓦力底深的揚聲器 這就我以前的感覺來說 平常如果不是家電類的電視搭的音效的話 我大家都覺得說這個是可有可無 可是我覺得這台 第一次聽到之後我還蠻驚訝的 我覺得說效果還不錯 就你可以算是三頻蠻均衡的 然後說如果你用來一個人在看電視或打電動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 那除非說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音效場景的時候 你還是會聽到會稍微有點模糊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個人來說已經算非常夠用 這也是我覺得這台 它在音效上表現還真的是不錯 好啦那這台43吋它就是做到4K 120Hz的更新率 那它在透過的是Freesync的技術 讓你所有想要在大畫面高解析度下 也有可以順暢好的遊戲表現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你真的是IPS派的話 華碩啊 他們說你可以期待之後 會有更大尺寸的G-SIM IPS螢幕位置 可能也是超過40 所以如果你是希望IPS的話 可能在稍等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這台更詳細的開箱測試的話 可以點下方的連結 那最後也別忘了訂閱我們XFYT頻道跟追蹤IG與FB唷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